感谢以下的频道会员 哈喽我是单犬匠 你们有没有最新的经验 隔着萤幕看到你的偶像就觉得 哇好开心喔 那如果有机会跟偶像实际互动和深入交流呢 没错我实现了 但是我的偶像是某教授 呵会做这种事 应该也只有我吧 那我们震撼的最新成功故事即将开始 2022年世界二专大学联考的时候 我的第一志愿 台湾科技大学 我要推整台科大我要怎么准备 去一所学校面试应该对他们有所了解啊 像是上网去看看他们的课程老师之类的 哦台科大老师 我查到一个教授 阿根真理是匿名 持就受获国际奖项无数 非常有威望 你们觉得现在的设计教育 对学生有什么影响 设计真的只是表面的视觉吗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设计高职生 他贴文的批判和研究 都是非常前所未有的 我果断追踪 有一次终于有机会看到他本人 这是我研究生的毕业成果展 欢迎大家来欣赏 哇我要去看 托尼翻身 我们走 原来这就是特别的设计 成熟的展览 去了第二场的时候 作品的作者跟我说 你是阿根教授的粉丝哦 他今天会来 他等一下会来 是啊 你可以在这边等他 那时候 门一开 你们能想像 萤幕里的偶像 出现在你眼前的样子吗 其实差不多了 教授我我在追踪你的脸书 我非常期待可以来台科大就读 哦你是哪个学校的 基隆 哦 哦 不错啊 后来我真的如愿进到台科大 不过遇到一些不适应 加上还要盲频道 我的课业非常混沌 哇 跟以前那个对设计满华热评的我 截然不同了 可是我已即将要升大二了 出于担心 还是跟学长打拼了一下大二的课 大二有一个魔王课 叫做视觉传达设计 看你会选到阿记 阿图 还是阿根 有三个老师 什么阿根 阿根的课是出了名的印哦 他的要求非常严谨 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就有在追踪阿根 就觉得他发的文很特别啊 我是不是可以选他的课 哦 如果你是粉丝的话 可以去选啊 但是 你要有心理准备哦 对 所以我去了阿根班 哇 本人 距离上次看到本人 已经过了一点多了 好 我们第一堂课 你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做托尼 我来自基隆 跟我同班的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托尼 诶你以后影片里面不要再叫我托尼了 我现在叫做蒂弗尼 好蒂弗尼蒂弗尼蒂弗尼 故事继续 我叫丹犬匠 来自基隆 因为有在追踪阿根老师 所以想要来这边修他的课 另外我有经营YouTube频道 丹犬匠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好 上我的课就是要让你们知道 做设计必须每一个步骤都是很扎实的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一五十一五十 你们有去注意过中间的二三四吗 不管你们过去在高职学得怎么样 只有把自己现有的东西倒掉 才学得到新的东西 来台课大人可能以前在高职都是佼佼者吧 别放不下以前的光环 以前高职佼佼者是在说你妈丹犬匠 设计的如何 感谢老师让我加入这门课 我觉得老师讲的设计师 不应该只重视表面视觉 而应该知道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中肯欸 而且你说展览上的作品 都是别人咀嚼完 那都是别人咀嚼完兔兔来的啦 你们没有去经历这个作品的过程 又怎么会知道 听学长说你的课 都需要理清自己在做什么 很注重过程 我相信我一定会受益良多 第一个学期我跟我的高中同学蒂福尼同一组做作业 好啊我们就做基隆老鹰加年华 请各位同学假日上线讨论 在这边留言自己可以的时间 蒂福尼单全降礼拜日八点 然而到了礼拜日当天 阿反正不是要讨论 下午再弄下午再弄 啊时间快到了又放什么东西 讨论了而且应该是放一些参考资料吧 啊世界超过啦快上线 欸欸欸欸欸 这是我们找的参考资料 所以呢你看你们这个简报 有办法让客户感受到专业吗 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虽然很丢脸 但是只能实话实说了 老师你说讨论 我们以为只是拿一些东西私下讨论那种 没有想到是要专业的提报 好 而到课堂上真的认真做简报 所以这个活动要表达什么 它的课群是谁 你们能不能表达清楚 再回去想想看好不好 下一次 再回去想想看 下下次 再回去想想看 下下下次 你们进度真的太慢咯 如果你们再想不到 那你们期末就完蛋了 一直被打枪我就走不下去了 终于有一次 好OK 这次能够得到OK 也要幸亏他平常有多花时间跟我们讨论 而且他多花的时间 居然拿来做这件事 看你youtube频道订阅蛮多的 看了你的影片是觉得可以再做得精致一点啦 很好啊 我觉得可以再继续经营下去 还有我看你脸书还说你高中怎么样怎么样 感觉你还放不下以前的光环啊 等等 看youtube就算了 FB是我私人的东西没有在公开经营 我发的东西好丢脸啊 第二场疯狂打枪秀 后面呢就是厘清完的设计方向可以开始创作的时候 原以为是快乐的创作 结果又是一场悲剧 你这个排版问题超大的啊 这个图像不ok吧 以上就是我们的报告 很多设计师都很讨厌别人叫他美编 哼 但是有人开玩笑说 连美都做不到还叫什么美编 你是丑编吧 我能做的也只有一只努力尝试 重画图重排版啊 好啦我可能真的大意太混了 混到技术都陌生掉了 快到期末了 我努力做事的同时也不停的鞭策地服你 13周前完成全部的电脑档第14周出错了 太高压了 在快马加鞭下如约完成 这个过程异常的顺利 阿根一句话都没说 旁人对我作品的反应 也令我增加不少自信 这个背版排得这么好看 一定不是你排的 但我都在地服你 这位是地服你的字友和我的朋友阿涛 期末发表结束 为上学期画下句点 句点了吗 他突然打电话 我赶忙跑到宿舍楼梯间去接听 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吗 我...我的编排能力可能有待加强 你知道你们那组做的东西在班上算怎样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反正我觉得不差 几乎是倒数的 有人比你们做得更差吗 不要去想说你要比赛 你要得奖了啦 基本功都做不好 没有这样想 你以为你以前高时都第一名 你就很厉害了 我也没有这样想 你有没有去看靠北设计师上 有多少人在抱怨那种工作 我不希望看到我教出来的学生 以后变成上面的总人 其实我没有想要浩高物员 只是担心以后会不会赚不到钱 我了解你 那我就更应该告诉你 要赚钱 设计绝对不是一个投资报酬率高的科系 你如果不适合设计 趁早离开才是对你最好的 对你说实话虽然很残忍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我 我真的很不甘心 刚初抱着想要好好学设计的心 来到他的课 他认为我不适合做设计了 我要怎么证明 我要怎么想 心情平复之后 我传讯息给蒂芙妮 蒂芙妮我跟你说 刚才阿根打电话给我 说我们的作品倒数 说我不适合设计 尤其是说到我以前高职 我真的有一点 破防 哭喔 确实 我觉得你可以全心投入做影片 嗯我可能要自学一些东西 来撞到我的频道 不过刚才阿根也鼓励我多去修课 对啊你是不是觉得 以前想修学 是不是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 现在想修学 是因为终于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了 反正我下学期一定要尽全力 看看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设计 对啊我们还是认真练功好了 我这阵子也在思考 我以前的作品有点本末导致 这就是我们的大二上 视觉传达设计拿了一个C 究竟最新受挫的单犬匠 下曲期会选择证明自己 还是听阿根的话 远离设计 请期待下集